有一條線條 不是很尋常 不過應該是在這個畫面裡面出現的 已故畫家陳正波 著名的作品 嘉義公園一景 被藝術家發現 有不尋常線條 透過S光一照 一幅畫 竟然是一幅畫中畫 我們把它轉直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曲線 就是它身體的這個地方的曲線 優美的風景畫 底下鏡隱藏著一幅雙裸女畫 讓人看了直呼不可思議 因為它的狀況性變成是說 它裡面那一張的西遊 高雄徵修科技大學 與陳正波文化基金會攜手 把陳正波的數百幅油畫 送到X光機下檢測 發現嘉義公園一景 底下隱含這幅雙裸女畫 有人推測是陳正波 在日本留學時所畫 受限台灣當時民風保守 於是用風景畫覆蓋 也有另外一說 說可能是當時經濟狀況 比較不好的陳正波 為了節省畫布 才會在上頭一畫再畫 相當罕見 日常上它不會影響它的價格 但是如果說買方或是長家 它有興趣的話 它可能會因為它的第二個圖層 會提高它想要買的慾望 在228時間中 不幸喪生的陳正波 是首位以西花入選 日本官方美術展覽會的台灣人 留下數百幅作品傳世 其中有22幅是畫中畫 這回首度曝光 除了讓民眾一窺究竟 到底為何陳正波 要畫這些畫中畫 背後動機也有帶學者繼續研究 記者基博士陳昭谷高雄報導